我的細胞執行攤點作用產生了NADH 如何轉換到力線理動的機質而變成FADH 但你轉換機質發生什麼事 讓它的能力變弱了 能量價值變少了呢 我們這樣說 如果你建議是NADH 你要怎麼進入到這個膜裡面 你不能直接進去啊 這個分子可是極性分子東西水的 通常最好是你就丟電子吧 丟出電子來 兩個電子 然後裡面就有個酵素把電子抓來 再加上了那個NAD症 然後抓住你的兩個電子 再吸收一個氫離子 就兌換成 就兌換成NADH 好這個東西就是我進回去 我把電子交給你 你把電子再交給裡面的NAD症 跟裡面的氫 那你不就兌換成NADH了嗎 這樣的兌換就是你給我什麼 我就交給同一個人 NADH換成NADH 如果今天你育人不俗 你的NADH丟電子給你喔 拜託你把電子交給一個好人家 讓他有好的歸屬 我才不理您了 我把這個電子交給FAD 跟兩個氫離子 接收電子之後呢 就變成FADH2 好你看 紅色的命運 等值換等值完美 黑色的命運 高價值換成低價值 就不完美了 好 我只能刷這 兌換的對象 我不能直接進去 我是用交換的方式 電子給你 你交給裡面的人 繼續形成NADH 還是形成FADH2 好大家我只能刷這 接下來是我的延伸 就是你們可以思考 為什麼會不會長的東西 也不是我的專長 為什麼是他 或為什麼是他 誰決定的 會有他們結合過程的能量驅動來決定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細胞質中的 細胞質或是力氣體中 NAD症 NADH FAD 跟FAD 不同的細胞 濃度不一樣 就會決定你今天是走紅色 還是走黑色 換句話說 為什麼腎心肝 腫瘍血液高 還有可能這些陽光環原腐肺的 濃度分布 與一般細胞是不一樣的 我只能提示到這 因為再下去就太複雜了 不是我一個孫老師該講的 那我只是把兌換過程講到這 只是不同細胞的環境不同 它兌換給的對象會不同 而造成不同的結局